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经验的 他只要问这个事情有没有风险 他一听到风险我不干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才能抵制自己的诱惑 抵制诱惑 举个简单例子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贷款 房子贷款 他非常痛苦 为什么 他经不起诱惑呀 哎呀可以贷款呢 可以买房子啊 你去贷了款之后 你还不出来了呢 这房子就收掉了 就不是你的了 你就痛苦缠身了 那么你抵不住这种诱惑 所以心动则物动 心静则物静 举个简单的例子 人家放在厨房里的那件漂亮的衣服 你如果想买的话 你心一动 一件衣服就动了 因为你要买它它就动了 你如果心不动 看一看你就过去了 它这件衣服还是老样子放在那里 对不对啊 你想买它了 它的价格就是你动心的一个源泉 所以师父跟你们说 一念余即般若绝 你一个念头非常愚蠢 你的智慧就跟你决断了 一念智即般若生 如果你今天一个念头有智慧 你的般若就生出来了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你今天对这件事情很重视 你认为它拥有的 它就是拥有的在你眼前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根本对我来讲 我不在乎 我根本没有认为它是这样 它就是在你眼前就不存在 大家听懂了吗 举个简单例子 你觉得这个房子好得不得了 你非常喜欢你们看上了 你开始动脑筋啊 搞贷款啊 你动了很多脑筋啊 这个物品是存在的 等到你说 哎呦算了 价格这么高的 比它好的房子多得很的 你不把它当回事 这个大楼就不存在了 就在你的眼光里就不存在 就结束了 没有了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在心中就有 不在心中就无 很多的人间的物质都是虚空的 连人都是虚空的 我们到了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虚空的 那么佛经上早就有说了 有解释了 就是说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这个物品 带不走了就不是你的了 对不对啊 你觉得可以带走吗 带不走 那就不是你的了 就算你拥有了 也会失去 所以忘心不起 横处寂灭之乐 什么意思啊 你今天对世界上 什么事情都不起一种贪念 和妄想得到的念头 横处寂灭之乐 也就是说你恒常处在 寂灭就是一种平安 安静的快乐当中 如果你忘心移动 你就会被禁忌所刺伤 所以有心皆苦 经上说的 有心皆苦 无心积乐 所以我们学博人 就是要管好自己这个心 所以真正学博的人 修行修心 修心修行 离不开这个心 所以管好自己这个心 让自己这个心 心无挂碍 你才能达到 无我的境界